一部电影让三国演义演出了风神演义的感觉 吕布战斗力堪比雷神 而关二哥却身材苗条甚至还画了眼影 土豪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部 由三国历史改编成三国演义小说 改编成日本游戏 再改编成中国电影的神作 真三国无双 话说东汉末年 奸臣董卓 携天子以令诸侯 满朝文武 敢怒不敢言 不得不说林雪岩的董卓真是很传神呀 众臣私下大声密谋如何对抗董卓 但是大家均表示这事比较难办 一旁的曹操看不下去了 大贺 难办啊 我操就别办了 随后王宇问曹操有什么想法 曹操表示区区董卓 趁其湖北一都拿下 于是曹操见到了董卓 董哥长董哥短 董哥赏我铁饭碗 对着董卓一顿彩虹屁 眼看董卓被这甜言蜜语搞得血糖都高了 直接就睡过去了 曹操心说五号梦中杀人 一号杀梦中之人 于是举刀准备给董卓来个抽职手术 那只董卓突然醒了 曹操一不做二不休 在下想把此刀献给丞相 小伙子反应真快 话说这段三国演义里也是这么写的 董卓得宝刀甚是欣喜 但是吕布看出曹操这小子没别好屁 于是受董卓之命去捉拿曹操 奉先呀路走窄了呀 曹操死里逃生 那起码就跌了 后边吕布狂追 随后城投一个万箭齐发 曹操大意了没有闪 结果被扎得跟刺猬似的 曹丞相操传借鉴 看来是你原创的呀 吕布紧追不舍 两匹马直接在屋顶上狂奔 这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天马星空 眼看追到一处森林 吕布也不装了 直接用方天画戟放远程攻击 把树一一批倒 光头墙看了直户内行 吕布很猛我们也能理解 没想到曹操更猛 面对即将压在身上的树 曹操连任带马直接一个倒地划铲 躲了过去 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呀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吕布一看 你小子比我开大 只这个大招消去了半个山头 吕布不愧为三国无双最强武将 这战斗力比吕洞变到强大 曹操虽然死里逃生 但是也落下创伤后应激障碍了 一天他投靠在故交吕伯舍家中 吕伯舍为款待曹操 于是说出门买酒 让曹操先休息 结果曹操睡觉中听到吕伯舍家人在磨刀 那瞬间PTSD又犯了 想着你们肯定要搞我 那我先下手吧 干掉了吕伯舍全家 才发现人家是磨刀 准备杀猪款待他 曹操只能赶紧离开 结果入狱买酒归来的吕伯舍 曹操深感愧疚 怎么能让他老人家孤苦伶仃呢 送他下去跟家人团圆吧 这就是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负我的出处 这个故事中那两头死里逃生的猪是最大赢家 另边刘备官与张飞三人 由于得罪了朝廷命官 被迫跑路 刘备和张飞还中规中矩 但是这个官员抓实些许苗条了些 胡子少就不说了 为什么还画着眼影呢 三个人来到了一处树林中 进入了幻境副本 一位神仙姐姐说你们三人是天选之人 我要给你们武器附魔 你们作为当事英雄去平定天下吧 神仙姐姐又说 之前我还给吕布和曹操的武器搞过附魔 神仙这是想让他们平定天下 还是看热闹不怕事大 生怕他们打得不够精彩是吧 得到神兵力气的三人 要加入袁绍组织的 讨伐冻卓的十八路大军 这个袁绍真是游戏一比一神还原 其他各路诸侯都是我带兵两万人加入 我带兵三万加入 到刘备了 我带兵三人加入 括号喊本人 各路诸侯都没受过专业训练 自然忍不住笑了出来 倒在这时 董卓派画雄过来讨敌骂战 各路诸侯派出的汉将 纷纷被武器吞他里 这时候管二哥一看该我捞脸了 于是要去斩杀画雄 曹操拿出一杯热酒给管二哥渐行壮胆 关羽说看不起谁呢 去去画雄还有喝酒壮胆 就等我回来再喝 画雄按说武力值可以 不过那是对普通人 对上官二哥直接上来一个特效波 顺利带走了画雄 不过来回战场这么远的路 酒都蒸发的差不多了吧 好在酒杯保温效果极假 温酒占画雄成就达成 董卓一看 不给你们整点狠活是不行了 于是派出吕布前去围剪 众人商议让刘关章三人在虎牢关拖住吕布 其他人去偷董卓家 吕布在行军路上巧遇貂蝉 两人一见钟情 私定终身 该说不说 这貂蝉颜值和吕布的战斗力一样能打 可惜就是戏份太少了 刘关章三人在虎牢关前和吕布终于面对面了 三人见吕布毫不客气 吕布你个三家姓 三姓家奴 拿命来 最后双方各自对小兵开启了割草模式 吕布更是一个阵地把小兵通通阵飞 再和电操影似的全部电落在地 刘关章三人眼看单挑打吕布是没戏了 咱三个抱团吧 三人合力和吕布战斗 结果一个照面 战斗力直接把悬崖上的桥面震碎了 四人跌落悬崖 垂直于瀑布来了个反重力冲浪 乘风破浪的哥哥嘛 吕布还是技高一筹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还召唤出了赤兔马 直接骑马冲浪沙将过来 刘关章三人想着能和吕布五五五开 哪想到吕布布装了摊牌了 原地起飞变身雷神 以为你只是个客机玩家 没想到你是开挂的 一波操作差点把三人送走 就在这万万分危急的时刻 三人想起了神仙姐姐的教导 他们的武器是可以用敌人的血升级的 杀敌越多越厉害 那现在用不到吕布的血 可以用自己的血加成嘛 于是关羽先爆衣服 我胸怀天下 于是照胸口就是一刀 刘北说我为朋友两肋插刀 于是照着两肋就是扑扑两下 这是张飞默默把手摊开 割了一道小口 哪的血不是血 你小子挺鸡贼 初衷有谢呀 虽然三人兵器得到加成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失血过多 仍然不是吕布的对手 一眼看就要让吕布送走了 这是曹操已经带兵抄了董卓的家 董卓赶紧放狼眼召回吕布 吕布一看 国防水晶正在被攻击 于是只好回城就主角了 刘关章三人才没领盒饭 此意数年后 曹操和刘备再次见面 秦梅竹酒落英雄 本篇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作为游戏改编电影 我个人认为本篇还是有些看点的 大家觉得3.9分的评分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